七局跟俊秀還有阿順就陸陸續續在裡面打劫 所以是有心理準備 對 你知道沒有上場大概都是七局八局 我們就會開始 有時候會更早去熱身 對 你講一下那個打型那時候是兩塊球 嗯 欸 最後一個想法就是 我想 平野讓我上去應該就是因為我是拉打的 我想辦法把 二雷跑遠拿到 然後讓他能夠過三壘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想法是只要直球可以我就會強拉 對 就剛好有設定到而且三個都是直球 對 第一時間打出去的時候我不知道那是全力打 因為巨蛋不太好打全力打 那至少距離是夠的可以推緊 對 所以我過了一壘之後才知道出去了 爽 我今年好像也有跟我老婆討論過這件事情 對 還有我的隊友 超過五六年的投手好像 只剩下雨昕 還用雨昕沒有打過球 從以前到那 所以我都記得很輕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closing 呃 對到的次數距離已經很少 所以要在他手上打出全力打下去更 更難 唉唷 那個運氣的啊 韋達不是很多嗎 韋達幾隻啊 八隻啊 你看還沒有超過 你超過他為甚麼 以十隻為目標 但是我更喜歡能夠先八 對 這樣比在後面打的壓力很大 對